轉體下,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今個星期所有外訪行程,包括駐聯合國大使今日訪台的計劃。 國務院發聲明指,會出確保未來8日能夠順利和候任總統拜登的團隊交接,決定取消今個星期所有出訪計劃,包括國務卿蓬佩奧原定到訪布魯塞爾,和北約和比利時外交官員會面。 據報蓬佩奧曾經尋求會見盧森堡和部分歐盟官員,但被對方拒絕。 消息人士指,在美國國會衝擊事件後,歐盟對蓬佩奧到訪感到尷尬。 至於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,原定訪台的計劃也會取消。